原本蓝色的十字形经过两刀切割之后 可以重组成相同面积的正方形 另外这个长方形有人要切三刀 但同学却发现只要切两刀就可以重组正方形了 自由班的课堂上有学习到希腊十字的切割 我们发现可以切割两刀之后组成正方形 而因为希腊十字是五连块 因此我们也想探讨 看如果改变连块的数目或种类 是否也能重组成正方形 将多边形切割重组成正方形 在文献上有各种不同的切割方式 杨明国小学生从研究中找到最小切割刀数的规律 可以延伸到其他多边形的切割 获得全国科展数学科的第一名 我觉得因为我们突破了文献的最少刀数 而且在相同刀数的部分 也找到了更简单的方法 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一篇文献它的切割方法比我们更少到 因此我们几乎整篇报告都要重新改过 就是我们将其的切割方法进行简化 而且也探讨了各种不同边场笔 发现了一套规律的切割方法 而且可以套用在各种的多边形上 为了引起学生的兴趣 老师运用七桥板等桌游 慢慢引导学生进行几何图形的数学研究 最少切割刀数未来可以运用在材料切割上 可以达到省工省料省成本的目的 杨明国小师生从多边形重组阵方形的过程中 寻求最少切割刀数 并且归纳出可以一体试用的规律 主动学习研究和发现 获得奖项实至名归 记者赖长帮高雄报道